你早,我们环球邮报台北观察的读者们 539的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是环球邮报的社长,燕国龙燕社长 在此呢,赐逢今天是中华民国国庆日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生日 我们祝福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隆 四四如意 我们国家目前正面临到中共的威胁 不断的飞机飞来台湾 侵扰着我们的领土 我们英勇的空军立刻还以颜色 当然是啊,两岸非常紧张 社长呢,从来不谈政治的 但是政治跟经济脱不了关系啊 一旦两岸爆发战争,那我们就惨了 大家还是三番的政府 都要用智慧来突破困扰 要突破,要谈判 那么首先呢 跟各位报告一下 昨天没有中奖的报告 昨天我们第四次没有中奖 探讨原因 最近这几期啊 两三期开的牌子啊 完全都是冷门的牌 也都是二三十期不出牌 二三期这牌没出来 现在它赢下东东出来了 把我们打的这个是招架不住 我们唯一的好处 每个礼拜统计一次 上个礼拜六我们有中奖一式 然后接着礼拜一又中奖一式 上个礼拜六中的是我们 给会员讲说 因为超过五十我们就不吃红的 我们是赚合理公道的钱 你赔钱我还有脸给你要钱吃红吗 我是要脸的人啊 那么所以没有收入没有关系 我有政府的照顾 有个零用钱 几千块的零用钱 这个有政府的照顾 我也不欠饭吃 只是对我们的会员 这个礼拜 没有赚到钱 对他们非常抱歉 希望今天能够中奖 绑回一层 希望在今天的三十国庆 能够中奖 绑回一层 如果今天不中奖 也是五次 礼拜一爆牌出去 我们就不再赤红 但是今天爆牌不是五次 因为礼拜一有中奖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赤红 如果说今天不中 礼拜一爆牌中奖 那我们五次 我们也是 照上个礼拜的惯例 我们不给你收赤红的钱 这是我收费绝对是合理的 我不乱给人家收钱的 也不打电话去给人家 吹讨钱的 所以说 人生不如一 十之有八九 十读九书 希望今天呢 这一局 我们给他绑回一局 等会儿 我们会去观圣地君庙去 祈求神明降台成功 祈求观圣地君降台成功